導致我們這一次的導火索啊 是因為去年夏天 老大不就要開學了嗎 我就帶他去買了兩雙耐克 買了幾個那開學第一天 我回家以後老大就跟我說 那爸爸你明年必須還要帶我去買一雙鞋 啊他說我們同學有一雙鞋比他的更 好看更漂亮哦 我當時一聽我覺得這個小孩這個時候 不應該有這種想法 沒錯啊我就斷然就拒絕他了 啊我等你鞋子穿舊了穿壞了 爸爸一定會帶你去買的沒毛病啊 關鍵問題是我第二天 晚上回家的時候 我發現他媽居然背著我 幫小孩把這種鞋子買回家了 當時呢我就非常生氣 火就發了大一點嗯 什麼鞋子穿舊了再買 現在哪個孩子鞋子他能穿舊啊 哪家孩子不要什麼有什麼 又不是給不起 你就是對小孩空門 捨不得花這個錢 捨不得滿足小孩 這一點點物質上的要求 然後就因為這個您提出離婚啊 這還小呢 對教育捨不得投資 不是是您提出的離婚嗎 是我是我提的 喂 趕緊離吧 趕緊離 把兩個孩子撫養全弄回來 怎麼可能呢 那每次離婚 兩個小孩撫養全都在我跟前 對您掙錢嗎 您有經濟收入來源嗎 有嗎 沒有啊 沒有拿什麼養孩子呀 你要跟他離我跟你說 我現在 隨著小孩 兩個小孩現在真真大了 其實 真的不想 不是你這小孩要跟這麼個媽 這兩個孩子全毀了 所以這小孩跟著他才毀了 他跟著我 哎呦我的天哪啊 你你這次是不想離了是吧 對這次 你還要堅決要離是吧 對 我現在兩個小孩畢竟大了 我想給兩個小孩一個 好的生長環境 因為畢竟單親家庭嘛 他對小孩以後會 各個方面會有 就你們倆這麼鬧 就他這教育孩子的理念 這個教育問題我們不是專家 但是我就是從 孩子的父親的角度我認為 您這做媽的要求太苛刻了 對孩子太為難了 有點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遷到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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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péri 不是她要跟我 是我要跟他離 我的意思是說 讓他跟你離 都不是同意的問題 還要跟你争孩子的撫養權 你太糊涂了 你这么对孩子 你看啊 让孩子出问题的教育方式 你全都有了 每次考试考第一 攀比 别人有的你得有 这有着条件 为什么不攀比呢 对 现在的孩子要什么就得给什么 因为我有条件 全都是错误 你会害了孩子的 怎么可能呢 现在大人都攀比 别说孩子了 是是是 所以你攀比吗 肯定啊 肯定要攀比 跟别的家庭比啊 比什么呢 你拿什么比呢 你比什么呢 跟不如我的人比啊 对吧 你说这心态啊 欺软怕硬嘛 你有点闹太作了